娱乐圈上风败俗的是这些年没少见 但是看到谭永玲一次睡粉时 我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 用一位老艺术家晚节不保 事情是这样的 23号一位名叫悲伤牛肉面的网友 零发三条微博 称自己被女友背叛 而女友出轨的对象是现年71岁的谭永玲 据牛肉面描述 她是在帮女友清空双十一购物车的时候 感觉到事情不对劲的 接着就在女友手机的隐藏相册里 发现了不堪入目的内容 戴了绿帽的牛肉面悲愤交加 姓氏谭永玲三宗罪 一有两个老婆还不嫌够 居然跑来内地睡粉 二面对比自己小四轮的女生都能下得去手 你良心不会痛吗 三把粉丝的礼物随便转送给别人 不配当偶像 三面小作文怒气直爆表 可就是没有实锤 于是谭校长的粉丝纷纷跑来质疑 要她拿出证据 这下可怕牛肉面积坏了 24号 谭永玲发三条微博和网友大战 这次又锤了 是一张疑似谭永玲的背影照 一时激起千层浪 谭永玲工作室急忙出来辟谣 并且声明不排除走法律途径 起诉造谣者的诽谤和诋毁 面对谭永玲方的声明 牛肉面直接证明硬钢 又发了张更清晰的一次谭永玲背影照 有网友将照片和谭永玲的自拍照进行对比 发现确实神似 即便如此 她还是没有说服网友 毕竟在市井城落地险 一切都是物理看花 真假难辨 目前牛肉面已经把之前的照片隐藏了 且不说双方投花能扯多大 谭永玲被爆出这事儿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她本身就不是没有故事的男人 说起谭永玲大家都不陌生 别看她现在长得有点愁吧 人家年轻时也是鲜肉一眉 她曾经在宏馆连续开了38场演唱会 并调侃宏馆就像一所万人大学校 粉丝每天都要来上这个夜校 让她有种学校校长的感觉 因此粉丝和媒体都称她为校长 那时香港女孩一半为张国荣庆幸 一半想嫁给谭永玲 不仅和张国荣是平辈的传奇人物 谭永玲和梅艳芳也互为知己 她还是李健陈一迅的偶像 陈小春的伯乐 李克勤更少不了谭永玲的体系 还认她为当干爹 1973年 谭永玲组进温娜乐队 很快乐队走红 成为香港607年年代 棒的潮的重要组成力量 她出唱片拍电影 一时风头无两 1974年 谭永玲和杨洁威相识 当时的杨洁威 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美颜顾问 时尚漂亮爱打扮 谭永玲对她一见钟情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为了很好地帮助谭永玲的事业 杨洁威辞去工作 转行成为艺术策划者 她不仅在事业上帮助助理谭永玲 还为谭永玲打理资产 让她的资产翻了好几倍 谭永玲本人也很争气 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 就拿到了金唱片奖 1981年 31岁的谭永玲和杨洁威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结婚 同年 谭永玲凭借 假如我是真的中的知青 李小章一绝 拿到了金马影帝 到了1984年 谭永玲已经是当之无愧的 越探天王 因为拿奖到手软 媒体诽谤她买奖 于是 她在98年宣布 自己今后将不再参加任何评选类的音乐典礼 任太宏带来的困扰不至于此 因为人气太高 谭永玲和杨洁威一直是第一下情状态 她和杨洁威商量好 隐瞒结婚的事 对外一直宣称自己单身 直到1993年杨洁威丧父 不堪 续谭永玲 谭永玲隐婚12年的事 才算曝光 两人约好了丁克 杨洁威因多次打掉孩子 无法生育 结果谭永玲转头 就找上了比自己小22岁的粉丝 朱永婷 其实在1991年 也就是父亲俩还没公开 且两人就认识了 在已经拥有发妻杨洁威的前提下 当年宣称丁克的谭永玲 却和新欢生了儿子 且在父亲去世后 高调公开自己和朱永婷的关系 一时间梦回大清 其人之福想的是心满意足 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离婚 因为妻子善于理财 掌握着她的经济命脉 随着谭小峰的长大 港媒发现 谭永玲陪伴在 朱永婷母子身边的次数更多 三个人经常被媒体拍到 一同出去旅游 相比之下 正亲杨洁威就比较落寞 后来杨洁威选择了潜心修复 彻底放弃对谭永玲经济的掌控 澄清一下 杨洁威并没有剃度卓家 这张被各大言小号拿来做文章的图 不是杨洁威 这位师太的俗名叫庄文青 出演过上海滩的冯月琪 大家不要再以恶传额了 三人行纠葛了大半辈子 深爱她的原配 看破红尘 没名非的红颜知己 活得像个帮忙传宗接待的工具人 也让孩子被外界以异样的眼光看待 两个老婆都受尽委屈 说好一起听课 却悄悄和别人生娃的 还有尔东生和李承如白桃 骂哭郭敬明 尔东生在演员请进魏的精彩表现 让他火速出卷 尔东生出身娱乐大家 父亲尔光是香港电影制作人及导演 两个同父母义父的哥哥 是知名影星秦佩和江大卫 不仅如此 他的前女友们也都是大名鼎鼎 少是女星于安安 香港小姐张曼玉 但这两位大美女都留不住尔岛的心 直到1999年 42岁的尔东生 遇到了29岁的幼儿园老师 罗晓文 和尔东生在一起后 罗晓文帮着尔东生打点公司的账目 同时在拼音场做协调工作 尔东生享受着 舔静歉意的生活 不愿有人去介意他 打破他 甚至自己的孩子也不行 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过 自己是丁克一族 2008年在和罗晓文相恋9年后 尔东生终于跟他扯了症 就在大家认定 两人会走到最后时 尔东生突然被爆出 有一个女儿 2018年有人爆料 尔东生早在两年前就有女儿了 而他和罗晓文是2017年里的婚 推算一下时间 尔东生温嫩出轨 生死实锤了 对这个孩子 尔东生表示 穷尽一生去避 到头来避免不了 嘴上说着无法避免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不仅晒娃炫耀 还说是好好的人生体验 尔东生体验了为人富的快乐 而罗晓文被迫丁克18年 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如今离婚独自一人 实在是令人唏嘘 娱乐圈丁克夫妻很多 周润发 陈慧莲 李健夫妇 顾爱铭 刘青云 还有央视主持人康辉和妻子刘亚杰 都是丁克的模范版本 丁克不是错 任何人都是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但丁克对于女性来说 更像是一种赌约 很多男人年轻时和妻子发誓丁克 但妻子过了怀孕的年龄 突然富爱泛滥 再去找年轻女孩生孩子 此时的女方没有反悔的余地 也没有可以重新来过的权利 年轻时崇尚丁克 老了又反悔的例子有太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相比女性 男性反悔成本更低 正常男人一辈子都有生育能力 70岁甚至80岁的男人 都能生育孩子 但女人45到55就会绝经 从此无法生育 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中 没有孩子 并且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 很可能处于弱势 不是否定所有想要丁克的男人 只是最好不要轻易去考验人性 再次提醒姐妹们 如果另一半想丁克的话 保险起见 让她去结扎吧